亚运会拿下女网单打金牌后 郑清文对外爆料 比利十名教头费赛特已经弃塌而去 两个人的合作已经结束 该消息经媒体披露后 令舆论哗然 郑清文和费赛特的合作始于今年法网结束之后 当时两个人结成师徒关系的消息传出后 很多人都替郑清文感到高兴 在他们看来 这位曾经执教过科贝尔 克里斯特尔斯 哈勒普和大阪直美等众多大满贯冠军球员 被外界号称为点睛胜手的比利十名教头 现在愿意执教郑清文 以郑清文的天赋 两个人很快就能碰出巨大的火花 将郑清文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彻底飞起来 费赛特在接手郑清文后 对两个人的合作也十分有信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郑清文现在还没有什么名气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改变 这也让郑清文的粉丝们更加激动不已 更有人直言 看来郑清文很快就能在大满贯赛场绽放 现在有了费赛特的帮助 拿下大满贯冠军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特别是郑清文在七月份的巴勒末二五零赛 拿下职业生涯首冠 就此填补中国一姐一直被外界诟病巡回赛 无冠这个空白后 更让很多人对费赛特和郑清文这对师徒的未来前景 普遍看好 坐等两个人在美网期间 能够交出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郑清文在美网也凭借好签运和实力 一举突破了去年美网第三轮的成绩 职业生涯首次在大满贯打进八强后 更是将费赛特和郑清文瞬间送上了舆论热搜 外界认为两个人在经历了草地赛季的低迷之后 终于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合作开始渐进佳境 费赛特在美网期间接受Tennis Majors采访时 更是对郑清文赞不绝口 直接将他称为超级运动员 他既强壮又超级快 在场上的速度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其次 他的工作态度令人难以置信 这真的很好 每天打两小时的网球 还有两次健身 可 这对他来说就是日常 这真的令人印象深刻 他带着大大的微笑做每一件事 因为这真的是他的愿望和他的野心 他想竭尽所能达到最好 费赛特在谈及郑清文这些 让自己兴奋和满意的原因时 言语中更是表达了自己对郑清文的高度认可 甚至在谈及郑清文的未来发展前景时 这位比利时名教头更是大胆预判 郑清文是一个有潜力的球员 未来有进入世界前十前五的可能性 不过费赛特也强调了一点 能否来到这样的高度 规划的执行还是取决于郑清文自己 一个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一个似乎想在新人身上打造出新的代表作 自然让外界十分期待接下来郑清文和费赛特 还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让人意外的是 原以为费赛特没有陪伴郑清文征战亚运会 是出于对他的充分信任 或者是有其他事物脱不开身 没想到两个人之间的合作已经土崩瓦解了 郑清文如愿在杭州亚运会女单赛场战胜朱林 拿下女单金牌 赛后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被问及 为什么没有看到教练费赛特的身影时 郑清文直接对外爆出了猛料 他啊 他跟大阪直美去了 在谈及这件事时 郑清文也显得非常无奈和生气 我很能理解他的选择 虽然他违反了和我的约定 这是很不道德的 但这是他的 选择 我必须得尊重 这带给我和我的家人一些伤害 我现在并不想提起这个人 从郑清文的话里 大致能够推断出两个人关系决裂的时间 应该就在没往结束后没多久 而且还是在郑清文和父亲 猝不及防的时候 不然中国一姐在提起这件事时 言语中也不可能对费赛特的擅自离开 非常不满 很多人在知道费赛特抛弃中国一姐时 都表示难以理解 前一秒时间还看好郑清文 怎么现在说走就走了呢 真的让人太费解了 更是将费赛特这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人 称为渣男 对于这件让人感到奇怪的分手事件 有网友表示 可能跟郑清文的前教练 佩雷里巴有关系 佩雷里巴当初在被迫离开郑清文团队 接手高福后 迅速让高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不但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力助高福 拿下500赛和1000赛冠军 更是在随后的美网成功登顶 尤其是郑清文在美网接受采访 主动对外爆出自己很不服气 在跟高福较劲后 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费赛特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试想一个只是拿下了250赛的冠军 一个是500赛1000赛和大满冠冠军三级跨越 自然不在一个等级 像费赛特这样的名叫投鉴的球员多了 往往在执教某个人时都会有自己某种 得考量 他现在突然选择离开 肯定是觉得郑清文和自己心目中想的不一样 有球迷和网友认为 费赛特此时离开 应该是怕郑清文万一雕琢不出来 届时会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 最后更会落得一个晚节不保的下场 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 大阪直美可能给了更高的薪水挖走了费赛特 但是从费赛特纵横网谈这么多年来看 他应该早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和球员达成正式合作时 在合约未到期时一般不会轻易离开 他和郑清文之间 肯定还有别的不为人知的其他原因 今年亮相没往时 大阪直美就表示准备从明年的澳网付出 言语中更有大干一番的雄心 而费赛特当时就是在结束和大阪直美的合作 没多久才转投郑清文团队的 从以前两个人合作结成的深厚感情来说 他就算回到大阪直美身边也可以理解 再者 让费赛特放弃郑清文 而愿意执教大阪直美的理由 其实可以从在没往期间 比利时名教头接受Tennis Majors采访中 就能找到答案 大阪直美显然非常特别 关于他 我想到的是 他在最关键的比分上表现得最好 他通过发球在最后阶段 拿下比赛的方式真的很特别 他在这方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认为 凭借其力量 大阪直美比所有其他球员的水平 都要高一个级别 那是像大阪直美这样的人才能够产生的力量 环 有我记得他与大力基球的球员打比赛时 对手的基球 与大阪直美真正大力的基球相比 那都不算什么了 如果有人打得很快 他也不会在意 因为从身体上说 他比所有其他球员都高一个水平 小薇也处于一个相似的水平 但在这两个人之外 他拥有的非常特别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菲赛特看来 大阪直美简直就是小薇的翻版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说 在日本姑娘和郑清文之间 菲赛特为什么会选择前者的原因 谁不想让自己的名头越来越响啊 大阪直美相对于郑清文 从初成绩方面 可比中国一姐有保证多了 此外 这位比利十名教练 早已经放眼 教练选择球员就是一场豪赌 言下之意是 就是看球员值不值得誓死效忠了 随着郑清文主动透露 和菲赛特分手的时候 关于两个人真正的分手原因 外界都希望菲赛特 能够像中国一姐的前教练 佩雷里巴那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